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完原材料之后呢 我只看到了甜羹的做法 就是用这个紫薯和山药 银耳 枸杞 桂花酱以及白糖做一个甜羹 因为我自己在家里也有做过 但是还有一个甜点是什么 甜点就是紫薯山药糕 紫薯山药糕 是紫薯和山药一块吗 对 没错 就把它混合在一起 紫薯和山药呢 提前我们把它也蒸好 对 今天这个山药呢 跟我们吃的那个大个儿的那种山药呢 有一点区别 是铁棍山药 对不对 是 没错 就是因为就细细长长那种 因为它的那种粘性呢 更强一些 然后那种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种粗的山药 它更脆 更容易更适合炒啊 或者是这个做汤根之类的 对 没错 今天呢 我们把这个呢 全部都已经蒸好 对 做成了泥 那现在呢 我们就先来做山药和紫薯糕 我们加上白糖 搅拌一下 先让它给充分的融合 对 很像面 护面的那种感觉 对 你里边真的一点什么淀粉啊什么都没有加过吗 都没有 都没有加 直接把山药去皮以后蒸熟 蒸软了以后你碾成泥 而且其实碾泥的时候呢 也挺容易的 给大家教一个小方法 就是把这个紫薯蒸熟放凉 然后山药放凉 放在这个保鲜袋当中 然后把另外一头空气排出 另外一头呢 系个结 然后用擀面杖直接一擀 对 泥就出来了 嗯 差不多了 好了哈 我们紫薯就不需要给它加入白糖 因为紫薯含有甜分 嗯 含有糖在里面就不用加 我们直接把它搓成像搓成面团就行了 现在这个紫薯够吗 够了 也是一样的 像和面一样啊 对 但是紫薯跟山药 我觉得在和的时候呢 有一个 感觉就是这个可能更好和 因为它里边含有丰富的这种淀粉的这种含量 对 对 这里边可能更是粗纤维 所以呢 如果你刷不好的话 对 粗纤维 它就很容易散开 对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就是模具 然后就是都可以买到的 嗯 做月饼啊 糕点啊 都可以用 不是 这个做月饼有点小了吧 有小月饼 冰皮月饼啊 有小的话 对对对 这个是直接把它给 对 塞进一页以后挤压出来 就是高了 对 如果没有这模具的话 就可以搓成圆团也可以的 好 我们先放一点紫薯 要把它填满吧 对 要填满 放一半进去 是先放 就是紫薯在 是面上吧 应该是 对对对 把它给压实了 嗯 这边再拿山药 山药 它做出来就是两色的 对 没错 颜色很好看 一定要压紧了 压实了 它出来才不会变形 对 这个太简单了 就是找模具就可以了 什么样的模具 就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高啊 嗯 可以了 好 这样 我们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等会多做几个 来 第一个是什么样的 慢慢地把它给压出来 好 大家看到 很像冰皮月饼 非常像 但是我觉得因为冰皮月饼里面 还加了一些别的东西 对 所以呢我们这个是更健康 更有营养的 是 好漂亮 这个桂花酱 最后 淋上去啊 对 当然如果蓝莓酱 草莓酱 都可以 都可以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成品 非常的漂亮 紫色的 白色的 然后呢 互相交融在一起 是 嗯 其实刚才 在你做的过程当中 我突然在想 如果想象的味道更香 里面是不是可以放些炼乳 是 三花淡的 对 没错 这样放进去之后呢 它的口感可能更细腻一些 对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吃这个紫薯或山药的时候 你单吃蒸熟的时候 你会觉得特别噎 是 一定要配一个汤羹 或者让它更加的爽滑以后呢 它的口感会更好 等会我们在面上去淋上这个桂花酱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甜羹 甜羹的东西都在这了 银耳 里面有胶质 可以呢 美容 枸杞 是明目的 桂花酱 也是这个 银神的 所以呢 用这些东西呢 做一个组合的羹 我一定相信 口感会非常的不错 那现在这里边呢 已经加了水了哈 对 我们就可以呢 把它烧开 先放什么呢 银耳 先放银耳哈 银耳泡发过 有些人呢 喜欢把这个银耳根啊 就是熬这个二三十分钟 等它这个胶质完成出来 但是呢 在熬二三十分钟的时候呢 你有没有想过 它里边的营养成分呢 也会呢 遭到一定的破坏 只要你泡发好 洗干净之后 选择上了银耳 其实等到它大火煮开 然后呢 你就可以再放别的这种原材料了 这样呢 它里边的营养成分 不容易遭到破坏 没错 好 现在呢 这个锅里的水呢 已经开了 我们下面呢 要开始放 紫薯 紫薯 因为紫薯也是泥 然后先把它给 搅拌开来 这个火呢 我们就可以关小 中小火哈 嗯 放进去 紫色的 把紫薯碾碎了 也能糊 没错 现在这里边的苍根 嗯 好 变成了淡淡的这种紫色 嗯 那接下来我们要放的 山药泥 山药泥 因为刚才已经说了 山药里边呢 富含一定的淀粉 其实你现在就是在给它勾芡了 对 在给它煮的过程当中 汤汁呢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 有一点粘稠 而且呢 刚才是深紫色 现在变成了 淡紫色 淡紫色 嗯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呢 放入白糖 白糖 桂花酱是最后再放啊 嗯 一点点就可以了 对 桂花酱很香 这个时候可以来多一点吗 我觉得白糖 差不多了 差不多哈 做好以后 呃 先把它放凉 放凉了之后 盖上保鲜膜 放在冰箱里 冷藏 冷藏30分钟以上 拿出来就可以吃了 白糖融化哈 是 差不多 其余的这两款料啊 我们都要等到它这个 装碗再装 对 因为桂花酱 如果你加热时间太长 破坏它的味道 是 还有枸杞也是 因为泡发好的 直接撒在面上 做一个点缀就行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大火收汁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等到里面的白糖的 全部融化 就可以呢 装完了 那这两样东西 我们已经做好了 现在就请大家 跟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整道甜品 甜食的制作过程 甜蜜蜜所需要的原料是 紫薯 山药 银耳 枸杞 桂花酱 调料是白糖 做法很简单 山药事先蒸熟 压成泥 加入白糖揉匀 紫薯也蒸熟揉匀 利用道具将它们造型成糕点 可以点缀一点桂花酱 热锅倒入适量的清水 加入泡发的银耳烧开 紫薯泥 山药泥 也一一地倒入锅里化开 加入白糖调味 汤汁粘稠的时候 加入桂花酱和枸杞 搭配上糕点 相当完美 健康小提示 紫薯中的锡和铁 是人体抗疲劳 抗衰老 补血的必要元素 特别是锡 被称为抗癌大王 容易被人体吸收 修补心机 增强机体的免疫力 清除体内自由基 现在呈现到我们面前的 就是小萱带给我们的甜品了 有一个小提示给大家 就是在做这个甜羹的时候 很多人习惯呢 就把这个枸杞提前放进去 但是你发现 就是提前放了以后 因为枸杞特别容易成熟嘛 对 它就煮烂了 对 烂了以后呢 不仅影响卖相 而且影响口感 我们需要呢 就是还是有嚼劲的那种枸杞 最后呢 在面上淋上这个桂花酱 这样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 要卖多少钱呢 无价 无价 因为是我们用心 对 认真 努力制作出来的 谢谢小萱 给我们带来的这道甜品 也希望大家能够用心的去品尝 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